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今天早上凌晨的時候 西安宣布 今天 封城 這是最新的新聞 昨晚 其實有些人已經收到封城了 所以 很多市民 就去 所有的超市 買日用品 整條街逼得爆了 你為了防疫問題 封城 封城前 有機會群組大爆發 千多萬人口的西安 今天封城 昨晚已經是 周圍也是人人山人海 每個超市全部都逼滿了人 你想想 如果爆發起來 我想 也會中了 幾百人 甚至乎是一千人 全市的長途黑運車 那些汽車也封閉管理 全部都不給出 不給出不給入 而每個家庭 只能夠每兩天由一個人外出 買一些生活必需物資 其他的全部都不再出街 這個跟去年 這個外國的 防疫措施差不多 當時 我們朋友在外國也是一樣的 每天只可以出街一次超市 每家的一個代表 超市買東西 而每次買東西 最少排隊排四個小時去超市 因為每個都是 那天去買的 不可以 不可以 太多人去 所以 開車連密排隊 每天去超市買菜要四個小時 但也沒有辦法了 你在家甚麼都做不到 甚麼都沒有東西做 不去買又沒有東西吃 會餓死 所以 現在的情況 大陸 又好像外國那樣 但是 不要忘記 大陸 公佈確診數字很低 他們一人 確診 全城就要封鎖 大家想一下 那個 是不是得不償失呢 大陸的媒體報導 西安在22日傍晚召開疫情防控新聞大會 相關負責人說 計劃在23日啟動新一輪的全員核酸檢測 暫停全市長途黑運 宣傳市民不必要 不可以離開城市 不可以離開西安 生活必須的東西就可以繼續 但是 非生活必須的東西 那些場所 全部要停業 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對於我們現在遭受到這個 史無前例的打壓 還好 其實 主頻道雖然被封了 不知道能不能再開 因為現在 過了兩天都沒有 回覆我們是否上訴成功 或是上訴失敗 以往通常是即日幾個小時就回覆的 現在不回覆 可能採取跟快必處理的方法一樣 拖截決 找了你一年 一直都不讓你保釋 現在跟環壓不讓保釋有甚麼分別呢 就不讓我們開 我們幸好有個後備頻道 但是後備頻道由於不可以賣廣告 因為它封鎖了我們 我們正在上訴 所以只能夠播出一個沒有廣告的節目 但是不要緊的 我們在節目下面 有一個播放清單 那個就是我們的主頻道的播放清單 那麼大家 繼續卡下去 他不讓我們出節目而已 但是可以繼續在那裏廣告收入 我們看看有少少的 比沒有 雖然跌了九成 但是 始終比是零 零和一成也好 始終比沒有 由於現在我們也要養很多人的關係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月費贊助 加上 無限烈幫我們 看這些影片 因為影片已經加了大量廣告 大家播放的時候就會 為我們帶來收入 希望可以追回一點點失地 不然現在Patreon 只能夠支付我們的日常開支 每個月開支的一半 因為現在 我們全球 有20個僱員 不包括我和Johnny 我們兩個不發薪 也要其他人也要發薪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看多點廣告 繼續說回西安的情況 最近 全中國的本土新增病例 原來是西安最多 所以我們看到前兩天 他們出現了魷魚遊戲的版本 每個人都穿着防疫裝的人 一字排開 整個地方好像 在玩魷魚遊戲一樣 他們 到處找人來檢測 現在 全市都要檢測 陝西的疾控中心主任劉峰 在21日指出 這次的疫情 西安市出現了引力性的傳播 因為沒有什麼病徵 形成一定規模的社區傳播 而且出現外日病例 有些已經波及了陝西省的 咸陽 延安 以及東莞 還有北京的通舟 陝西去到東莞多遠啊 北京近一點 北京的通舟也想起碼 要坐飛機 坐車也可能要坐很多個小時 我們看到 大陸很恐怖的數字 就不是那個確診數字 而是 為東莞加油的數字 我們刻意發現 大陸的網友 廣東省的網友 發了一個截圖給我們 就是 廣東省東莞的官員 在微博上面 為東莞加油 大家聽到東莞加油會即時想起什麼 想起去年的武漢加油 是不是很恐怖 香港加油也不能說 香港加油也就是港獨 但是東莞加油意味著什麼 不是東獨 是意味著東莞 也是出現大爆發 你想想 陝西 西安的病情 疫症 可以去到東莞 東莞跟香港那麼近 用什麼呢 令到香港又有 他們還說要通關 當時不是說好了19日通關嗎 現在呢 現在為甚麼 今天是23日 怎麼通關 怎麼通關呢 大陸的疫症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這個病毒 是屬於中國的 永永遠都是屬於你中國 這一輩子 你都沒有辦法離開這個疫症 這是中國祖國自主研發的 而且 病毒 十分之怪念這個祖國母親懷抱 永遠都不會離開母親 因為世上只有媽媽好 陝西衛健委的網站 其實在12月9日以來 全省累計本土確診病例149宗 其實很少而已 百多宗 那些千九幾萬人口的城市 西安市佔143例 延安有3例 咸陽有3例 那麼少 其實 這些數字 對於外國來說 真的拔毛出來 也沒有了 但是大陸 很緊張 因為這個病毒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所以他們 特別緊張 而且習近平 說好了他的清零 說好了 就不可以反悔 一言記出 司馬難追 你了備 不是我了備 1300萬人去了備 問你們了 還好 做多些生意 那些市劑也要錢 甚麼都要錢 但是大陸有一個很不科學的方法 他們通常 五個人 那個市劑也放在同一個袋裏面 你想一下 裡面是不是會撈亂呢 誰確診不知道 總之五個人 一出事 一出事 就把這五個人都拘捕到旁邊 然後 那五個人住的地方 全棟樓會到旁邊 那麼不科學的方法去做檢測 但是他得出的數字只是那麼少 這個也令人匪夷所思 到底是不是要加兩個零 才可以 相信呢 大陸公佈的數字 大家都知道 所有東西都不能作準 他公佈延安三例 要不需要那麼緊張 西安最多149宗 很多很多很多 要不需要那麼緊張 英國10萬宗 我也不見外面有這樣的情況 遊戲也沒有在英國出現 為什麼在大陸會這樣出現 就是 大陸那種神經過敏 因為這個病毒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他們很害怕的 現在大陸經濟 徹底給他們搞壞 到處都封城 誰出去打工 誰做事 商業活動怎麼搞 所有店舖倒閉 老闆倒閉 工廠倒閉 所有人沒有公開 那些人欠銀行的錢 不用還 因為我大陸的 網友也有報料 這兩年 基本上欠卡數 現在的銀行 通常都不會追 因為沒有得追 因為所有人都沒有錢交卡數 所有人都沒有得還 沒有工做 就連都餓死了 飯都沒有得吃 也沒有公開 也沒有飯吃 還有錢交卡數 把卡還沒滾爆 也快要滾爆 買美團 叫外賣回來吃 所以 大陸的經濟 可以說 這次有機會是死於武漢肺炎 是你們累全世界 害人 始終要忠害己 東莞的情況其實也令人很擔心 因為那些官員 在微博上面 竟然 打出東莞加油 這個真的很可怕 香港就當你是港獨而已 東莞不是這樣說 一定是那個情況發生很嚴重的 大規模的確診 甚至乎 如果就這樣看 東莞可能很快會封城 如果東莞封城 跟他不是很遠的香港 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要繼續通關呢 當然 如果通關就通關吧 現在香港 任由你作主的 你說是就是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更加多的 尤其是東莞 我們也會關心 有東莞最新消息 跟大家報告 拜拜 自己的付票 那有點擔心 oke 不知道 是不是 我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